据海峡导报10月14日报道 12日在台立法机构质询会上 国民党明代郑立文与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上演了一场激烈的骂战 期间郑立文询问苏贞昌防卫台湾的决心在哪里 海称拿扫帚没办法跟人拼 对此苏贞昌反呛郑立文 你是不是要投降 郑立文则直接怒怼道 我怕到时候投降的第一个是你 第二个是蔡英文 随后语无伦次的苏贞昌大骂郑立文不要脸 这不仅直接激怒了郑立文 更是点燃整个蓝颖的怒火 绿音明代也展开备战 提早36小时就到立法机构议场 排班备战15日的总质询 然而骂战还在持续13日 苏贞昌为自己骂人的话辩解称 自己愤然抵抗叛徒 而他口中的叛徒指的就是曾经加入民进党的郑立文 对此郑立文回应道 自己之所以退出民进党 就是因为无法再跟贪婪夺权爱钱的人为伍 很快郑立文自监 民进党叛徒使得做法获得大批网友胜赞 岛内网友对此表示 有良心的都离开民进党了 如陈文倩等 民进党已变质是众所皆知的呀 国民党多几个像郑立文这种的就有救了 郑立文还称他大学毕业时加入民进党 但后来发现台独只是民进党拿来夺权斗争的工具 因此后来主动退出民进党 他称原来所有主张台独的人通通是假的 是骗人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思考离开民进党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 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也公开站队 力挺苏贞昌并强调称 情绪发言并不是台湾人民所乐见 随后郑立文在脸书上回应称 感谢连疫情走了八百多条人民都神隐尊贵的蔡英文 为了区区一个在野党民代 做出这么快速的回应 他强调 今天台湾会如此的沉沦 没有道德是非就是因为有民进党这样只为了选票利益 贪图官位的党 我退出也是刚好而已 这种党就是烂在蔡英文和苏贞昌这种人手上 他也向绿营喊话称 台独早就是笑话一则 骗局一场 民进党不要挂羊头卖狗肉 拿台独招牌招摇撞骗 这令人不迟 这さ是 我们下期见 那我们下期见 今天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